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一下我們的OneNote囉 來,老師一樣,請你回到你的 這個One Campus 好 回到One Campus,我的課程 就是我的課程 外面這裡 你看,我的 老師的學校也是在另外一邊,我們剛剛是進這裡,這次要進OneNote 您找一下,也是我剛剛有發現,老師都是在最下面 有沒有一個這個圖 因為呢,OneNote我們要來做教材囉 OneNote我們要來做教材,你從這邊點進去 你就會進到我們的OneNote這邊來 那我們今天的 這個課程呢 OneNote他的角色 是負責做教材的管理 可能老師有聽過軍醫 有聽過英才王 對不對 可是那個上面 比較少高職高中的 這些課程的內容 那所以老師呢 我們在OneNote這邊啊 其實你主要會看到這三個 來,我們看一下 在簡報裡面的 這邊 我們上方 我們上方有沒有主要就有這三個 群組、課程跟發現 那麼 只要是你在發現這邊所看到的 他都是所謂的公開的課程 可能是單一個 教材檔案 可能是 一些教材檔案 集合之後的一個課程 也有可能是別人經營的班級 群組 那 只要是公開的 就表示 老師就 開放嘛 所以好像你可以去觀課一樣 這樣子的概念 那麼 如果是 第二個 課程跟群組 這就是你自己建立的 或是你訂閱別人的 比如說他有公開的 我訂閱他的 那 他的教材就是我的教材 所以你們聽過嘛 全家就是我家嘛 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他的拿來用 這樣也可以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 你看你到發現這邊 單元就是 一個教材 對不對 你看這裡有很多 那我們預設進來大部分都是在課程這邊 有沒有 那 我的 也有在上面 比如說最近我有更新那個Google地球 對不對 你就可以從這邊找到 最近我還有看到 早上有那個 那個誰的 另外一邊 在這裡 早上有看到群組 那個王正宗王老師的 對不對 所以你有看到的你都可以亂入好嗎 如果你想加入你就自己進去看一下 好 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當然 在這邊我們要當教材用 所以我們就請大家進到 課程這邊來 我們要自己做自己的教材囉 你進到這邊 那預設大家下面是不是都沒有 都空的 所以請按一下建立 請你按一下 右上角或中間都有 有個叫建立 建立 老師就可以把你的課程名稱 自己定義一下 比如說我們今天是下午的 建立 這樣你就有一個課程了 那麼您可以看到 在我們 有了課程之後 這裡有個叫主題 主題就是我們資料夾的概念 資料夾的概念 你也可以幫他想 我的最愛 各位老師你的我的最愛 會不會做分類 有嘛 所以我們這個就等同資料夾 那 一個課程裡面 最少最少要有一個主題 所以我來新增 老師可以依照比如說你的第1課第2課 或者是你要依照 你所想到的 比如說我是國文課 好我就增加一個 我是英文 數學 然後你可能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 科技應用 OK 好你就看你要拿幾個 原則上就是最少要一個 如果老師呢你有需要調整順序 不要科技按著他 丟一丟丟一丟就好了 就可以馬上調整我們的那個 課程的類別 好到這邊 我們現在準備來把教材加進來 那我先問一下老師請問 如果你要整理你的影音教材 你平常都怎麼準備 哈 假設 你看喔 假設 我拿早上的這一堂好了 假設 你這一段影片 你想要把它加入 就是整理起來 當作課堂的教材 請問 老師 你會不會 最 主要的 一定要有這個網址 對不對 第二個 你有沒有可能 要把標題 寫一下 不然看網址就能夠辨識出 這是什麼課程內容 那你也很厲害 所以 一個 兩個 比較認真的老師 還會把這個畫面抓下來 這樣是三個 甚至呢 我們很多 影片的下方 是不是還會有詳細說明 有沒有 四個 你有沒有感覺 老師光來來回回要跑四趟 對不對 1Note 讓你 一個 就搞定 所以你只要網址就好 你看我點到它 把它複製起來 好 進到這邊 我們 剛剛是增加主題 現在是這裡面的教材 有沒有旁邊有個家 好 科技應用 點下去 新增單元 影片嘛 上面都不用改喔 1Note都捨不得你打字喔 好不好 儲存 這裡 是這個飯網址 把它貼進來 有沒有不小心 標題抓到了 對不對 來你看下面 單元說明有沒有進來了 單元縮圖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有很過分嗎 沒有嘛 一次就搞定了 很重要的 你可以自己怎麼樣 決定 這段影片我只要看哪裡就好 有沒有起氣點 欸我就來這邊 我只要從這裡 到這裡就好 所以這段影片 他 看的時候 就會從1分58秒開始播 播到這裡就自動停止 那請問同學可不可以直接看下去 可以啊 他要往前播也可以 只是呢預設打開 就會在這個區點播而已 這樣子比較好控制 對齁 請問 可不可以在影片裡面出題目 我們剛剛有體驗過啦 有沒有看到題目 所以來這邊 按下去 新增題目 老師不覺得 能夠在影片裡面出題 你當老師輕鬆很多嗎 你只負責Play而已 呵呵呵 事實上老實說 如果老師是用one note來做班級經營 這件事情 讓他們自主學習的時候 他自己看 時間到了就會自動跳出來 你也不用理他 好那你看 比如說這是第1題 第1題 好 你就告訴他 我是在1分鐘的時候出現 這就是10分秒 然後呢 他 題目有兩種 一種 就是單選或副選 好所以如果我的選項 這是1 選項2 選項3 選項4 那你自己 來決定 哪一個是正確答案 如果有兩個以上 就是 多選題 一個就是單選 如果沒問題 存成草稿 有沒有這樣一個題目就做好了 那我可以問一下老師你覺得一個影片裡面我們出多少題比較適合 有的老師說3題 還有沒有 你可以出很多題 但是我跟你講 超過兩題以上同學就會嗨嗨叫的 他就會跟老師講 老師我可以好好專心的看影片嗎 你不要吵我了 呵呵呵呵呵 因為他一定會跳出來會自動停止啦 這樣了解 好那如果你好了 假設我就第一題啦 第一題就好 不行 我還有一題 因為我們 第二題是什麼 問答題 有沒有我們剛剛有用過問答題嘛 我在2分鐘出現 那你只要不增加選項 就是問答題 這樣了解 我剛剛的好像是比較後面 我看一下 所以這個 一分鐘 這樣 這樣才不會被掠過的 好那好了我就存起來囉 這樣有沒有題目就做好了 就影片也進來 題目也進來 給老師試看看好不好 你找一個 找一段影片 把它抓進來 那這裡 有一個要注意一下 如果老師是用iPad iPad要留意一下喔 因為 我們早上有 老師遇到一個情形 因為你在iPad上看的時候 這個網址 並不是這一種 它前面有一個 M 因為什麼 行動裝置有沒有 Mobile 所以這個網址 OneNote就不支援 因此 如果你老師你現在是用iPad去登錄的 麻煩你 要取得那段影片的網址 請你找哪裡 找下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分享 你要用這裡 好不好 特別留意一下 如果你是用電腦的 不用特別注意 但是 手機跟平板的 麻煩你 一定要找 分享裡面的這個網址 才可以 不然他會抓不到喔 來 給大家試一下 好現在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剛剛我們是不是 針對 單一個影片 可是老師如果你遇到像我這一種 叫做什麼 這個 是不是叫做播放清單 一個裡面是不是有好多段影片 那要不要加六次 當然不要啊 所以老師你就可以把播放清單的網址 把它複製起來 你看 把它複製起來 那您到這邊喔 你看我到這邊來 剛剛 我們在加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透過單元 因為一次一個嘛 現在有沒有下面有叫專門給他用的 播放清單 按一下 把你的網址貼進來 有沒有六個 全部自己決定要抓哪幾個 如果你沒有問題按加入 這樣會太快嗎 這樣會很過分嗎 對吧 再來一次沒問題 有沒有在這裡 可是前提是 你要是播放清單喔 而不是單一個影片的網址 什麼叫單一個影片網址 我點進去 這樣是不是單一個影片的網址 我必須要找到 有播放清單的 如果老師 你不知道去哪裡找播放清單 請到我們家 來 你到我的部落格 上面是不是有YouTube教學頻道 我點進去 我 我一進各位 這個地方 就是帶大家到什麼 播放清單 有沒有看到 我平常上課的樣子 所以你要 哪一個 當然 因為我現在是我的帳號進來啦 有些 我是沒有公開的啦 有看到吧 所以 你會看到 我有公開的 這樣 我有公開的 我忘記多久 之前了 可能有一段時間 你們可以找一下 這樣OK嗎 你可以找找看喔 來 給大家再試一下 老師你的教材準備好 我們就只差 零門一角 你看一下 如果你教材準備好 當然你可不可以調整 這個教材的順序 也可以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像這樣調整 那我剛剛講的 差零門一角就是 你現在 是屬於草稿的狀態 做完了 要按右上角的發佈 這樣才代表我要正式 送出去了 那未來 如果老師有做 比如說順序的調整 或是教材的新增減少 也都要再做一次發佈喔 這樣才會生效 簽名蓋章嘛 好你看我按發佈 老師有沒有看到 你要不要公開 還是不公開 公開就是在哪裡 發現是會被看到 不公開 內有二權 自己使用 好所以 點這個 我們先不公開發佈 這樣就恭喜你 我們 歐寒登教室可以拿來用囉 他說 你看 我歐寒登教室找哪裡 找左手邊這裡 數位學習 數位教材 有沒有下午場次的 打開 有沒有跟我剛剛看到的是一模一樣 如果你不確定 沒有關係 老師我幫你回顧一下 你看這裡 有沒有跟我這裡是一樣的 有沒有一樣 所以 一個前提就是一定要怎麼樣 做發佈這個動作 你沒有做的話 他就不知道你已經做完了 好我們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整理教材 尤其是影韻教材 真的非常方便 謝謝 謝謝 第四課 請 我 給我